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而在美国的大熊猫更是屈指可数 纽约中有众议员以及不少当地的政客 为了引进大熊猫到纽约市动物园 而努力了许多年 但仍毫无进展 据报道 每一份充满希望的申请报告 最后都由于租借大熊猫的严格的经济实力审查 而以失败告终 最近前市长候选人 纽约Gristis连锁超市创始人约翰·卡奇·马蒂斯 也加入了这场争取大熊猫的行动中 并且他正在酝酿一场慈善活动 筹款租借大熊猫 舞会所得资机将用于纽约市建造独立的熊猫展示馆 以达到条件租借两只大熊猫来纽约生活展览 据说要养一只大熊猫 每年要花费大约100万美元 而且只能从中国租借 并不能永久地属于美国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今年刚刚到来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鸡的那些显为人知的事 作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脊椎动物之一 鸡在全球的总存栏量高达190亿只 鸡看起来不像猴子和类人猿等高等动物一样 具备复杂的心理特征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鸡的智商不高 流行文化中的某些人素则进一步加强了这印象 同时也产生了降低人们食用鸡蛋或鸡肉时心理压力的效果 然而鸡其实根本不是一种愚笨的动物 鸡会数数 具备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 甚至会互相算计 所以事实上鸡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播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耳绵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